我听说之前你突然间就是工作操劳过度了 然后突然间就是中风了是吗 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就是早上因为赶工 所以就提早一点开工 五点多六点去做 做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精神不够了太过累了 就觉得头很晕 早上半点多就坐在那边休息 这样觉得不对啊 要从一就自己拍开去医院看医生 排队来排排排排 医院很多人排到中午一点多 出来的时候就不能站起来了 就坐在凳子上 几点排到一点多 那边开始的时候是8点多 开始到10 到一点多才能到门啊 一点多到我看完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整个整边脚都站不起来了 那个就是感觉到一边一个手也不动了 然后你知道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啦 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啊很正常啊 就是这个脚完全全不能动 不能拉起来也不能动了 哦 然后过后呢 过后没办法了就 呃 用轮椅推出来先哦 我的脚和手也是 手指也是好像麻木这样啊 不能拿东西不能动 不能啊 哪一个纸啊都很辛苦拿起来 难不到 那医生是说你什么情况 那医生还不知道 哦 你就这样中风了就直接回家 对啊就是一路爬爬到 推着路上过马路啊 站不稳就坐在路边那边 有人帮我 两个过路人帮我拉上车咯就是这样哦 哦 然后过后呢 过后就 上车就带我回家 这样哦 有吃药什么这些吗 没有 有做针就打针吗 都没有 不过呢 回家呢 我老婆就紧张带我去做那个 中国的八官啊那时候 嗯 那个是没有什么作用嘛 没有作用 然后 啊回来就就就就休息哦 然后种了多久啊 你才会接触到这个全能共争王呢 我种了第一天 第二天下午朋友听到晚上就拿过鸡来 哦 第三天啊 第三天拿这个全能共争王呢 第三天拿来用啦 嗯 他就给我用两天先咯 那你怎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叫我 开店这样脚放上 放在脚底下整咯 ok 你一天整个鸡 晚上睡的时候也是 就放在床上面压压来睡咯 嗯 嗯 然后一天用几个小时 我那时候晚上来的就是说 软症都不能睡觉啊 就 用了几次了 应该五六个小时都有 五六个小时 多久的时间你又开始可以动呢 像第一天 第二天下午哦 这手他有一点点可以 可以 可以 拉一点点 动 那手指就好像有点松了 嗯 哦 所以用了第三天呢 我可以拿一个 一个茶杯慢慢拉起来 哦 拿一点点这样 嗯嗯嗯 然后也是有喝他的 喝我们的地道水啦 哦 那时候还没有啊 不懂呢 只是共整而已 只整罢了 后来他们可以整水啊 那第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用这个机 才拿来撕来整一下咯 然后多久的时间 你用了三天之后 多久的时间 你完全可以自由 这样子像现在这样子行动呢 嗯 好像 好像我用这个机第五天啊 第五天是第四天呢 就 那时候就 慢慢可以站起来 嗯 可是站起来就没有力 嗯 要用两天 那个 天下天压坐来走 嗯 嗯 然后 那要用 这样拉拉拉了两三天 才有一点点力来走 嗯 就住十天啦 十天过后呢 我就可以用那个东卡走出来 哦 两个礼拜后我就有出门了 哦 就可以出门了 出门就是拜拜的 拜拜的 嗯 现在是总共是 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是吗 差不多三个月有了 三个月的时间 最晚要见到朋友 就会被人家问到 我就一定讲是用这个好 所以我也有跟朋友讲很多 他们也问到我 这样快啊 这样快好 是哦 用这个鸡肉 谢谢你啊 不会